欢迎收看小熊老师配音教数学 那么这一集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 来看一下上次第29集的作业 这里有一题 已知k小于0球这个有几根 有几根就是要用判别式 判别式d等于b平方-4ac b平方是25-4×6×k 所以是-24k 这样子我要如何判断 那就是在这里 因为k小于0 所以这边其实是加一个正数 所以这个东西 因为k小于0 所以等于它一定会大于0 所以它有两根 这样子 来看第四题 球解这个东西 球解它等于0 那你可以把它展开来 可是你也可以不用把它展开来 它其实你把这个换成a 就是x加2当a x减3当b 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是3a平方加ab-2b平方 好那试试看用十字交成来解它 因为不难啦 就是我们前面十字交成主要都是这个x平方向系数是1 那其实会有不是1的时候 那不是1的时候系数一定会很简单到让你容易抓到 所以是3 所以是3 然后-2 3 最后要正1 所以是正1-2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它其实是 不是 那它不是x吗 它是a 所以这边是a 这是a 这是b 所以最后会被拆成是3a-2b 然后1a加1b 等于0 然后a是x-2 b是x加2 b是x-3 所以3倍的x加2是3x加6 然后-2倍的x-3是-2x加6 然后a加b x加2加x-3 所以是2x-1 所以整理起来这边是x加12乘2x-1 等于0 所以解出来的话x等于-12或-1-2 那这个就是它的两根 来看一下上一次的作业 有一个长方形长根宽比是a比b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长根宽 假如说长比较长 这是a 这是a 这是b 这样子 那切掉了一个正方形之后 长根宽仍然是a比b 求这个特殊比例的比值为何 那我在这里建议 就说如果这个是a 这个是a 长根宽 如果是a比b的话 那你把这个比值设成是 长 比宽 分 射 a比b是他给的嘛 那我们把它射成是x比1 也就是比较长的射x 比较短这个射1 那反正是比例啊 你约一约嘛 总是会约的啊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x其实就是什么 x就是b分子a 对啊 这样子 这个射x这个射1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你现在这里是1比x对不对 他说切下一个正方形之后 剩下的这个长方形长根宽 长根宽仍然是a比b 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仍然是1比上x 可以吗 那如果这个是1 如果这个真的就是1 这个是x 也就是这个是x嘛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宽嘛 那么其实 这里应该是x平方 对不对 然后这边1比x嘛 然后1比x嘛 所以这里是x平方 然后这边是正方形啊 所以这个是x这个也是x啊 所以你会得到x平方 x平方等于x加1 也就是说x平方减x减1等于0 那这样子x是多少 我们直接用公式解 2a分之负b正负更号b平方减4ac是5 所以x是2分 2分之1正负更号5 那因为我们的ab都是正的 所以比值也应该是正的 所以负不合 所以最后这个比值 长根宽的比值是 比出来是2分之1加更号5 那是说你的这个设法 他的这个比值这样设出来就是 比值就是x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这个就是答案 那这个东西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比例 你切走一个正方形之后 仍然是这个比例 再切一个正方形 他还是会是这个比例 我图没有画得很好 那再切一个正方形 他的这个比例仍然会跟这个和这个都是同一个比例 那这样子的这个比例 这个比值是2分之1加更号5的这个比例 其实就是所谓的黄金比例 来看下面 这里是一个边长是1的正方形 里面我要裁出一个 像这样子裁出一个正三角形 那请问x的值 那因为它里面是正三角形 然后我的正方形边长是1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算出来 这个就是根号1平方加x平方 是不是 那这边也是 那这边呢 所以我们不用真的去开根号 我们这么想 如果这是a 那么这个a平方 在这里面它是x平方加1平方 1平方就是1 所以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呢 这个整个是1嘛 所以这个是1-x 所以它是1-x和1-x的这边 你也可以说它是1-x平方加1-x平方也可以 或者是你用这个 相似三角形 就是1比1比1更号2 它其实是更号2乘1-x 都可以 那因为我们平方的 所以它是2倍的1-x的平方 对不对 就是1-x平方加1-x平方是a平方 那我们在解这种几何问题的时候 把握一个关键 你看我们从刚刚到现在 就是说 把握一个几何问题都一样 把握一个关键 就是说也可以这样写 也可以那样写 有几何的图形里面会有一个东西 它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写它的值 以这一题为例 我们刚才后来这个场 我如果这里是1 这是x 这是x 它是x平方 也可以说它是x平方 也可以说它是x加1 这样子我就构成一条方程式了 对不对 x平方等x加1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正三角形 所以这个是a 这个也是a 这个a平方也可以说是x平方加1平方 也可以说是x 1-x的平方加1-x的平方 那你如果不知道要平方 你开了根号也没关系 在一起平方就好了 于是可以把它解出来 后来我们就会得到x平方加1会等于 那1-x的平方是121 然后我们乘2 所以是2x平方-4x加2 所以移向x平方-4x加1等于0 所以也是公式解 这个2a分之负b正负根号 b平方-4ac16-4 16-4是12 那12的话 没关系写12 12的话其实是2根号3 所以它可以更分母约2 所以这个答案写 约了2之后这边是根号3 然后它是2 2加-根号3 然后因为加的不合为什么 因为x不能够大过1 要注意x不能够大过1 所以加的不合 正不合 所以最后答案是 2-根号3 这个就是答案 可以吗 那我们这一集呢 这个小小的闲聊一下 我们前面有在这一堂课 这个学期后面 我们聊了很多跟汉代有关的事情 独尊如数 独尊如数衍生出来 就是读书人都学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那所以这个我们讲到汉代他土地兼兵问题很严重 然后地方地方的强权很强大 政府的管理能力很差 然后这个货币改革 河马的货币改革也不好 然后最后到汉朝最后 这个大家开始会抛弃儒数思想 开始清谈玄学 那所以在汉代他因为独尊如数 所以他有类似文字域的东西 就是你只能够讲儒家的思想 你不能讲其他的 所以我们前面聊过这个占卜的东西 在汉代到后来就很 在民间就偷偷的有很流行 偷偷的有很流行 那个时候有几个势力兴起 大家稍微的去区分一下 黄金贼他们是张角系统的 那这个系统就是后来有作乱 然后他们 这个苍天已死皇天当立 那这个张角他也是 因为很多道教他兴起就是 用符水去治病 张角也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系统是这个 张颅 张灵的这个系统 是我们现在会看到所谓张天师 他其实在汉代就开始有 这个人是张灵 张灵是所谓的五斗米道 那他们也就是我们现在去拜拜有的时候 看到那个天官 三官 天官 地官 水官 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张灵他开创出来的系统 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八二 所以如果你要加入五斗米道的话 你要写下三个你做错过的你要忏悔的事情 有点像那个基督教你要跟神父忏悔一样 你把其中一件烧掉 烧给天官 那天官就看你有诚心诚意 你就写说你将来会如何的做好的 你都不会背叛 写下一张包括忏悔包括发誓 你要做什么事情 为加入这个五斗米道你会做什么 让天官同意你加入他就会赐福给你 然后写下另外一个把它埋在地底下给地官 然后写下一个把它丢到水里面 那这样一来呢等到你走掉之后 我就去偷偷的把它挖出来 我就知道你做了什么坏事 这个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 那个天主教或基督教的神父听人家忏悔完 之后他手上就有一大堆秘密 很恐怖 那个时候忏悔冬米道就有这样子的系统 那除了有心情道教的之外 还有一些是比较学术性的在流传 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课本上 或者在国文里面会看到淮南寺 这是一本书 那据传他是刘安做的 那因为刘安是一个贵族 所以他不好意思 他不敢讲说这些道家思想是自己写的 怕被人家清算 所以他就以淮南寺为笔名 写了这本书 就是淮南寺 这个就是书名 也是他这个笔名 那也有人叫这本书叫刘安寺 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思想 但是他比较偏道家 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祭祀的方式 那在同时期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对后世影响很大 我们前面有提过 葛鸿的抱朴子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他就是这个 中国最早氧化还原 化学氧化还原的 点击 他提出拱旗还原 然后一样在汉代 还原的原是2点而已 然后一样在汉代的道家思想里面 还有这个我们也曾经提过 那个一人得道 把斧飞升 全家重金属 撬掉 这个是 据传 据传是魏伯扬 他写了中义参同契 那中义就是所谓的义经 义经 他对于就是义经里面写的话 到汉朝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搞不懂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对义经去做了一些注解 叫做参同契 那他的注解呢 其实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话 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话 气这个字怎么写 下面一个大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会觉得他在狭白 他就是说这个 周易里面讲的某一些事情 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要练单 基本上魏伯扬写的这本书是用来练单 如果你要练出金单的话 那这个你每天晚上几点要开始练 然后几点几分的时候 他当然不是几点几分 他写什么时程 什么时程的时候要开始这个把火条旺 然后是要注意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 要加什么不要加什么 那我们其实前面有提到过这些练单的书 他因为很怕到时候你练了失败会怪他 所以他都故意写的旋之又旋 就是你都看不太懂 那到时候你失败是你悟性低啊 我写的很有道理喔 是你没看懂而已 所以他会讲什么静音符退养火啊 然后日月相生啊 然后什么什么龙虎交构啊 然后又去打 又用辟育的 然后又用想象的 又转注夹界 当然不是转注夹界 就是他们会用很多辟育的方式 那如果你最后失败就是悟性不够 所以在汉朝的时候就是有许多的 道教思想同时就新奇 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也是汉代独尊儒素的衍生 两个原因就是说 因为独处的儒素大家都不敢公开来讨论 所以在私底下就流传 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尊儒素所学的东西太无聊 所以聪明的人他没事做 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知识来去思考 来去争辩 所以就兴起了非常多的这种道教思想 那汉代还有留下一些 据传的道教的人 比如说像什么司马辉 如果你们有玩三国志这个游戏的话 就会看到这个人水晋先生 还有看那个火凤燎园也会有 还有一个是那个管阁 这一些人其实我觉得他比较不算道教的人 因为他留下来的故事比较接近魔术 他们都是一些魔术师 听说这个管阁司马辉 还有一个谁被孙权斩首的 听说他们可以从水里面有一盆清水 然后他用手一捞就 就捞出一条鲤鱼这样跳跳跳 其实这种手法中国后来都有流传 这个叫鱼龙变化 讲鱼龙变化就是好听 其实就是从水里面捞出一条 凭空捞出一条鲤鱼 当然就是某个 用某个方式事先把鱼藏在袖子里 或藏在什么地方 然后趁你不注意拿出来 听说他还可以一生七化 就是一个人变成七个 到处都有他的样子 他们比较不算道教 比较算魔术师 但是因为就好像那个日本的忍术 他其实有的时候会融合一些知识 融合一些物理化学知识 氧化还原啊 新知识 当时的人还不懂 又融合了一些魔术 又融合了一些甚至可能包括兵法 又融合了一些这个思想 哲学思想 所以就是他会融合在一起 所以那个时候的道教 有点像我说后来日本的魔术这样子 就是他其实是很杂的 融合了很多东西 所以又有人把这些水晋啊 管阁啊 他们这些人 就是也算做道教的人之一 好 来看一下上次留下来的最后两个 这个几何的应用问题 老王的田上有一个十字型的田梗 田本身是20乘30 然后田梗的宽都一样 求田梗的宽是多少 所以这种问题其实都很nice 他求田梗的宽就适合X了 那所以呢 田梗总共占面积多少 这一条就是占30X 这一条就是占20乘X 白色直的这一条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你这样中间就重复数了 对不对 所以重复数的这个要扣掉 重复数的这个就是X乘X 这个就是田梗的总面积 那田梗的总面积呢 如果用20乘30是600 去减 减出来是459 可以吗 就去解就好 那我就不再算了 来看这个 如果有一个边长原本是4公分的正方形 要切成像这样子 切成一个正八边形 那这个正八边形边长是多少 一样我们边长是X 那因为它是正八边形嘛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X 那这一题就是说 你切出来这一边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是一个 45度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是1比1比根号2 所以根号2这边是X的话 如果这边 如果这边是X 那这边呢 1比根号2是多少比X 那这个多少就是X除根号2 是2分之根号2X 可以吗 所以就是这里 所以它这一题就是说你看这个长度 又可以说是4 又可以说是这三个加强 所以X加上2分之根号2X 加上2分之根号2X 结果是4 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没有到 不需要去解这个一元二次 所以其实是 这两个合起来是根号2X 根号2加1个X是4 那么X是 根号2分 根号2加1分之4 这个就是X 根号2加1分之4 那当然不能这样长 没有有理化 所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怎么样 要怎么有理化 上下同层 标准 或者叫包准化 上下同层 根号2-1 所以我直接写在底下 它其实就会变成是 下面是根号2平方-1平方是1 上面是4乘根号2-1 所以是4根号2-4 那这个就是它的边长 可以吗 那我们今天课上到这里 是4根号2-1 3根号2-1 4根号2-1 4根号2-1